小故事 大道理 碎罐 有一个人提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罐子赶路 走着走着 一不小心 啪的一声 罐子摔在了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顿时成了碎片 路人见了唏嘘不已 都为这么精美的罐子成了碎片而惋惜 可是那个摔破罐子的人 却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头也不回忆一下 看都不看那罐子一眼 照旧赶他的路 这时过路的人都很吃惊 为什么此人如此洒脱 多么精美的罐子呀 摔碎了 多么可惜呀 甚至还有人怀疑此人的精神是否正常 事后有人问这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此人回答 已经摔碎了 已经摔碎了的罐子 何必再去留恋呢 洒脱是一种摆脱了失去和痛苦的超级享受 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何必还要空留恋的 如果留恋有用 还要继续努力 干什么呢 小故事 大道理 路上的石头 国王决定从他的十位王子当中选一位做继承人 他私下吩咐一位大臣 在一条两旁淋水的大道上放置了一块巨石 任何人想要通过这条路都要面临这块巨石 要么把它推开 要么爬过去 要么绕过去 然后国王吩咐王子先后通过这条大路 分别把一封密信尽快送到一位大臣的手中 王子们很快完成了任务 国王开始询问王子们 你们是怎么把信送到的呢 一个说 我是爬过那块巨石的 有一个说 哦 我是划船过去的 也有的说 我 我是从水里游过去的 只有小王子说 哦 我是从大路上跑过去的 国王问道 难道巨石没有拦住你的路吗 小王子回答 嗯 我用手使劲一推 它就滚到河里去了 这么大的石头 你怎么想用手去推呢 嗯 我不过试了试 谁知道我一推它就动了 原来那块巨石是国王和大臣用很轻的材料仿制的 自然这位善于尝试的王子继承了王位 把自己的命运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甚至交给某一个人 自己一点也不动脑筋 只是相信别人 那太危险了 自己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年轻人正值人生巅峰时 却被查出了患了白血病 无边无际的绝望 一下子笼罩了他的心 他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拒绝接受任何治疗 一个深秋的午后 他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 忽然一阵略带嘶哑 用异常豪迈的乐曲吸引了他 不远处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 正在把弄着一件磨得发亮的乐器 向着缭络的人流动情地弹奏着 还有一点引人注目的是 盲人的怀中挂着一面镜子 年轻人好奇地上前 趁盲人异曲弹奏完毕时 就问道 对不起 打扰了 请问这镜子是你的吗 盲人回答 是的 我的乐器和镜子 是我的两件宝贝 音乐是世界上 最美好的东西 我常常靠这个自娱自乐 可以感到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年轻人迫不及待地问 可是这面镜子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盲人微微一笑说 我希望有一天出现奇迹 并且也相信 有朝一日我能够用这面镜子 看见自己的脸 因此不管走到哪儿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带着它 白雪冰患者的心一下子被震撼了 一个盲人尚且如此热爱生活 而我 他突然撤悟了 又坦然地回到医院接受治疗 尽管每次化疗 他都会感受到死去活来的痛楚 但是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逃跑过 他坚强地忍受着痛苦的治疗 终于出现了奇迹 他恢复了健康 从此他也拥有了人生 弥足珍贵的两件宝物 积极乐观的心态 和屹立不倒的信念 想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和命运的人 一定要有乐观和坚强的品质 因为乐观和坚强 是掌管人生堕向的堕手 是把握命运之船的动力奖 我是东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